關心交通的消息 上國會小電所發生有過路人 在過路時讓人浪心 高通報今天這次去 邀集了營建宿跟六都交通局 討論看要怎麼改善 是不是檢討這個拔馬山可以貼屬 或是說來大樓中設一個 安鑽島的庫行性 將提出十個至二十個樓庭做企判 現在警方也在各大樓口 要加強開庭 如果車廠要進入這個拔馬山 頭前三公尺來 如果有人就算違規 這樣發多少錢 發一千兩百塊到三千六百塊 如果要買富貴大樓的時候 可以測試 燒賣車 像頭上一共路口企判 百碼山提供 我們本的百碼山都消掉 因為小的路是不是路口比較稍微 卡數如果再不扭 最緩返三千人 由他是車輛搶獲 行人穿越道造成行人事故 造成車禍的一個傷亡人數 比較多的入口 我們先優先來重點執法 希望針對這些入口 能夠先降低他的一些事故 發生的一個風險 目前台北市警方已經在五十八 用於頂水路口 包括山頂路 中岸水路口 米關東路 上岸路口 還有支柳路 向南路口 頂頂 家庭出地 只要這車廠 這年拔馬山 車廠精端 半徑三公尺範圍來 有經人就算違規 我們在九月底之前 我們要求業者加裝雷達 警示設備 或者是說行車四眼輔助設備 來強化他們的一個輔助 他們轉彎的時候 一些視野視角 像馬國旅大的裝備 讓有人那隻車 麻煩的順帶 馬上發出堅固 不然是算死 不過最重要的 也是要行進 跟家庭 一定要小心注意 不用扣這些輔助 就可以降機雕塑論